其实不管在那个圈子里面,爱情这个东西都是最不容易的,即便是明星也有过悲剧的经历,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些表白,悲剧的女星们,第一位李冰冰,李冰冰现在的咖啡可以说是非常大的, 最直观的表现,就是频频出现在好莱坞的领地,虽然大多数时候只是配角,就是这么一位极才华,语言直于一身的美人,当年表白竟然被拒绝了,为此他可是难过了好久,第二位,那英,说起他,那机上是毁欲参半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的实力真的是很不错的,早些年,那英特别喜欢蔡国庆,在一起录音的时候,更是频频带东西给他吃,后来那英表白悲剧, 因为蔡国庆已经有喜欢的人了,那个人就是他的姐姐,这真是造化弄人了,第三位,沈梦辰,现在大家都知道,沈梦辰是杜海涛的女朋友,可是刚开始的时候,他一直都是林志炫的粉丝,在参加节目的时候,沈梦辰的心思全在林志炫的身上,可是被拒绝了,因为那个时候的林志炫是有女朋友的,大家更怀疑,沈梦辰是用这件事来炒作的, 第四位,谭维维,早些时候,他喜欢张伯,在生日的时候前去表白,却悲剧,说他们不是一个频道的人,第五位,刘亦菲,这可是大家公认的神仙姐姐。